要穩定血壓其實不難 主要今天用咖哩魚跟番茄就可以搞定了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腰果番茄的一個會海鮮 這個海鮮是一個優質的海鮮是魚蝦 魚跟蝦 魚是那個青魚 本港的一個青魚這個時間最好吃 冬天天氣冷的時候最好吃 我們這邊給他一點點的油脂 用煎的 用乾煎的 你今天用的是什麼油呢 這個是橄欖油 有一個不飽和的脂肪作用 稍微都攤開 通常我在煎魚我習慣的是肉麵先煎 因為如果是皮麵先煎 皮稍微它會捲起來 你的肉就會變成不平均不好煎 有一個小技巧 小訣竅 還有這個 它就捲起來了 這個不是他看的掉下去 他是故意的 TEST給你看 剛好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然後這邊呢 我們的蝦子 蝦子一直下 蝦子可以進來 沒關係 先用煎的方式 油只有放一點點而已 沒錯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醬汁 這個醬汁 是一個靈魂 好 蝦子放進來之後 我們再把洋蔥 洋蔥 這時候我們放一些洋蔥在上面 剛好讓它有點熱度 OK 因為如果你先炒洋蔥 油會下的比較多 因為魚本身等一下會有一些油會出來 是 OK 所以稍微把它煎一下 就是 OK 柳醫師那你覺得這道料理 對腦動脈瘤患者有什麼幫忙嗎 基本上來講 它應該是說 整個對血管的部分 還是有很大的幫忙 是 因為剛剛主廚裡面用的魚 那青魚裡面呢 它有DHA有EPA 所以對於我們血管是有好處的 是 那再來魚油我們都知道 它對於醬三酸甘蔥脂也會有幫忙 沒錯 那另外就是裡面之後 它可能還會有所謂的調味料的部分 還會有所謂的咖哩的部分 咖哩 對 那咖哩裡面有薑黃 薑黃對於醬膽固醇 還有提供一些抗氧化物 對於血管內皮上也會有保護的 OK 那再來就是它有番茄的部分 那番茄我們剛剛有提到 像在能量棒裡面 它也是可以提供一些抗氧化物 有些類黃蟲的效果 OK 那其實這道料理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有點類似我們地中海的飲食 對 就是說你會看到它是海鮮為主 然後搭配大量的蔬果 對 所以對於我們在心血管的部分上來講 地中海飲食也是在過去的研究裡面 對於不管是心臟或者是腦部的血管 都會有很大的幫忙 OK 好 這魚煎了已經 已經有香氣了 對 OK 我們再把它翻過來正面 OK 那我們就要來做一個醬汁了 醬汁 醬汁是靈魂 對靈魂 好 醬汁怎麼調整呢 好 醬汁呢 這邊我們有先泡過的那個 腰果 腰果 在冰箱裡面 加一點點水 然後拍三個小時 OK 三個小時 它才會軟化 OK 我們直接把它放到我們的果汁機裡面 水一起倒進來 對 那你在家當然分量不用這麼多 我是為了讓觀眾看清楚說 所以我會醬汁會打多一點 多一點 對然後咖哩粉 咖哩粉 就給它兩湯匙 哦 然後再來 一些些我們西式料理常用的番茄糊 番茄糊啊 對 這外面也買得到嗎 買得到 一般超市都有 番茄糊 這炒義大利麵很常用到 也是兩大湯匙 然後新鮮的番茄 番茄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有番茄糊了還要加番茄 對 才有味道 OK 好 把它蓋好之後把它打成泥狀 打成泥狀 OK 好 你看很容易就打成泥狀 對 而且它會有一點顆粒對不對 對沒錯 口感是不是 對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也不用打太細 對不用打太細 其實有一點點那個腰果的口感會非常好吃 OK 好 倒下去啊 把它倒進來 就有點像是半會的狀態 是 OK 把它倒上淋上去 對 好特別喔 對啊 就有點像明太子醬 對 真的耶 超像的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稍微繪煮一下 繪煮一下 對 是 聞到那個番茄 有啊 很香耶 其實有一些印度料理 它的基底也是會用腰果 對 好 稍微拌煮一下 是 那這時候呢 我們把我們燙過的 花椰菜 這是燙熟的花椰菜 對 這時候也可以把它加進來 然後呢 一樣再把它拌一下 再稍微拌一下 那確定你的魚蝦都有熟 都有熟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這一道 保護心血管的料理就完成囉 控制血壓的好料理 腰果 番茄 會 鮮蝦 以番茄 腰果 還有咖哩製作的醬汁 不僅香氣濃郁 還能幫助抗發炎 保護血管 搭配優質的海鮮享用 美味又健康喔 腦冬人員真的是很可怕 陳醫師 到底哪些人 需要特別注意去做這個檢查 我想40歲以上的 如果有三高加竹子 或者你二等親子內 曾經有血管 有破裂的病死 這個都應該去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腦血管檢查 對啊 平常我們都不會 注意這一項 今天最重要的重要 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腦血管的保握 是要從平常就要開始 而且是要持之以恆 另外今天要告訴大家 胎也不會 就是時間就是大腦 沒錯 如果你在家裡面 你懷疑有人中風 隨時看看他講話對不對 手掌能不能舉高 對 一定要好好注意他 發病的時間 因為發病的時間 關係到後續的治療方式 還是要告訴大家 保護大腦要持之以恆喔 希望大家都有個快樂的冬天 我們健康二連下次見 拜拜 糖尿病的盛行率 不只越來越高 現在有一個特色就是 糖尿病也正在年輕化當中 大家發生糖尿病之前 還有一個糖尿病前期 很多人都會擔心說 哇 吃油要會掉 你的功能越吃 然後本來就是越來越退化 那你說 我有沒有可能說 我一開始有吃藥 後來就停藥 當然有可能 事實上這樣的例子 非常非常多 一旦發生低血糖的時候 其實沒有非常建議 去買巧克力 來當作低血糖的補充品 趕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 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哈羅里等著你喔